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与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石燕子的戏剧人生 石燕子原名叫做麦智圣 大家知不知,原来它早年有很多称号 其中一个称号叫做石鬼仔 为什么要叫石燕子做石鬼仔呢? 并不是因为都是姓石的意思 其实原因就是,它早期有一套戏是做石神的 所以后来,个个都称它做石神 这个石神也变成了它的花名 另外,也有人叫它翻生方世玉 为什么呢?因为它早期很多电影都是飾演方世玉 早期的电影几乎十出方世玉 有九出都是石燕子做的 所以它就有翻生方世玉的称号 石燕子的太太就是二邦王任兵仪 石燕子天之聪慧,而且又非常勤奋好学 后来它又得到粤剧名领 罗家权、靓翅伯和陈飞龙 他们识心栽培 所以它的演艺也大有长进 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 石燕子就已经在粤剧坛里面 沾路头角了 石燕子曾经在大金龙剧团演出 这个王妃虎反五关里面的雷震子 也都曾经组织燕新星剧团 演出《多情燕子龟》《花蝴蝶》 和《火海藏香飞》等等这些名剧 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之后 它就参加演出或者自己组织这个剧团 它自己组织的剧团 譬如有大四喜剧团 另外有新龙凤剧团 《燕子》剧团 《快乐》剧团 《国华》剧团等等 参演的剧目非常多 主要是有冷面热晴朗 《铁马瑟银》 《铁马瑟银》 《穷团公》 《登深沙黄巢》 《多情燕子龟》 和《妻娘姐妹》 《悲》等等这些名剧 《铁马瑟银子》很小就进来完 就施出名师 所以它表演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而且文武行当也非常好 即是文又可以 武又可以 特别是在武器场中 它扮演方世玉 《雷镇子》 和胡慧权等等这些武俠英雄人物 都做得相当之好 英知杀杀 它的功夫玩得相当利落 被人称为粤剧舞台的文武状元 即是唱又可以 舞又可以 它在《坦记最义校》里面 飾演百义校 出场唱蓝音 吐治恒康 非常似新马斯增 此外 它做这个武打 亦都仿佛好像翻生陈锦堂 整个陈锦堂的模样 相当之了得 它的武功功架也都 相当之了得 它的武功功架也都 而且认真看过去 它又有石燕子 自己的表演特色 就不是全部学了陈锦堂 原因是因为它采纳了大家的长处 吸收用来借鉴 在自己的基础上 再加以发挥 这也是它努力开创自己 表演艺术的成功结果 当年著名的片剧家唐迪生 就帮石燕子度身订造了一出新剧 叫秦庭初试现身星 这套新剧完全开正了它的气露 令它能施展周身的本领 从而使得该剧风魔一时 石燕子就善演武器 在台上的武器打十分之精彩 它和陈锦堂、盧启刚打的北派 堪称是粤剧舞台上的三绝 所以这些人都冠以他一个名称 叫做新科武状元的称号 石燕子还是剧影两棲的艺术明星 他有一段时间投身电影界 就拍摄了方世玉等多部的武俠电影 报章评论它可谓红透半边天 很多精彩的表演 都获得阵阵雷鸣般的鼓掌声 有人称它是粤剧舞俠电影之王 七十年代它更为无线电视拍摄粤剧的特色 令粤剧能够更加深入市民的大众 石燕子生活情趣广泛 它有很多兴趣 它曾经拜过岭南画派大家 赵绍昂维斯学写国画 晚年虽然年纪大了 但它仍然喜欢骑马 喜欢拆马飞驰 另外它有热心公益事业 1984年 它跟陈飞龙在香港大会堂 举行粤剧《慈善逸演》 1986年9月病逝于香港 讲到石燕子和她太太任兵仪的结合 其实这个结合并不顺利 一点都不顺利 尤其是任兵仪的唐家姐 任健辉 就是反对得最厉害的一个 当时任健辉是极度反对她 任兵仪和石燕子结婚的 不过最后她们两个人都仍然能够力排中耳 顺利结合 另外石燕子也是史上首位 饰演金庸明珠 《书剑恩仇录》里面的角色 《金笛秀彩》《鱼鱼童》 当时就是由石燕子负责演出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石燕子的生平和日事 分享到这里也暂时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